哈喽大家好,这是其他都一叫 然后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个粉底液测评 要测评的粉底液呢就是来自Bobby Brown的那个很有名的虫草粉底液 我之前呢种草了很久 因为大家知道我之前那个Dior的粉底液快用完了 所以我想找一个换一款另外的粉底液来试一下 所以我就买了很多粉底液的一些分装 然后来看一下到底哪一个好用 然后这次呢Bobby Brown呢也是我们先买的分装 今天也是给大家测评的是它的分装 所以如果你介意这一点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视频擦掉了 如果你不介意是用分装来做这个测评的话 别的都一样的话呢你可以继续看下去 然后我想说在前面的呢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个粉底液是什么样子了 所以我才有强烈的欲望要给你们录一下这个粉底液的测评视频 因为它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 所以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就请继续观看下去吧 然后今天给大家测试的粉底液这个颜色呢是1 1号色应该是就是黄调的1白的那个颜色 不是粉底液1白 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的皮肤状况 这是黑眼圈嘛 大家知道的我一向这里黑眼圈很重 然后两边呢是毛孔比较粗大 所以我寻求的粉底液呢是那一款有一点柔胶效 我可以让我这些毛孔不那么明显的一个粉底液 然后呢我的鼻翼这个样子 还有这里有一些倒叶啥的 忘了跟大家说 UP的肤色呢是冬混干下混油 所以现在是混油的一个状态 T区这里呢比较容易出油啊什么的 而且B这里比较容易脱妆 大概就是一个状况 而且我眼下很干 所以一般的粉底液呢会很容易在你眼下卡温 所以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开始正式的上妆吧 这个粉底液呢一打开我就能闻到很明显那种 说不好什么味道 那像薄荷还是啥的 反正不是传统中药的那种味道 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粉底液的流动性还是挺强的 现在我们来上脸 我在这些天 完这些天挑粉底液 然后选色号的时候就发现啊 其实有些粉底液上脸看上去挺黄 但是一推开就觉得跟自己肤色就融合得很好 而且也不会出现我之前那种选拔的那种情况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一款粉底液 呃不是那么的确定 之前没买过的话 最好先买一下它的分装试一下 因为 因为观看别人说的啊 总是我觉得不太准 我是瞎抹的状态 我每天都是这么瞎抹 然后我喜欢在底下这里放很多粉底液 因为我底下这里暗沉 然后额头这里呢 就会相对来说放的比较少 但是今天放的也太少了 往常我是一半脸用刷子 一半脸用美妆袋 那我后来觉得这样的参考价值不太大 所以我今天决定呢 是这半边脸就是纯粹的只用这个粉底液 然后这半边脸是用定妆粉来定一下 让你们看到它在定妆粉的加持作用下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所以今天全脸呢我就全都是用这个美妆袋来进行了 现在录视频呢 也许你们现在能在我的视频里听到 就是那种框框框的杂印 那是因为我们宿舍周围呢 在建地铁 我感觉长沙建地铁的速度不知道为什么 就超级慢 我感觉是因为都是山还是都是啥的吗 为什么长沙建地铁的速度这么慢呢 就每天差不多从早晨开始就开始 哐哐哐在我们宿舍门口扎 然后晚上呢它又开始进行出土你知道吗 晚上的声音也巨大 就一天24小时一直是很大的声音在我宿舍门外面 然后我们其实也给什么市政还是啥的打过电话 然后他们说 哎这是惠民工程你们要多体谅 很无奈 我们就是真的对我们的睡眠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是不是这个颜色还挺合的 跟我整个人 现在上完妆的状态呢我感觉挺好的 能感觉到不大家 它挺好推开的而且真的很水润 上妆的效果也是我一个油皮能接受的 就不会有那种油光满面 你还能看到是有一点水光有没有 那种感觉的 然后遮瑕呢就感觉还好吧 遮瑕我觉得这个遮瑕度我也是能接受的 目前为止就是这里痘印遮不太住 就是这里痘印遮不太住 然后眼前黑眼圈呢也遮了五成左右 然后今天呢为了保持这个粉底液的测评到的公正性 所以我就不上这家了 好 这就是大概给大家拉近看看它的一个效果 然后下面呢我们用这半边脸 用散散的评一下妆 然后散粉使用的是黛克的这个白摊 你们很多人都问我这个大刷子是什么的 我其实在以前的刷具分享中都说过的 我给我的刷子做过一个统结的 大家稍微对比一下能看出来就是鼻子这边我说过我对粉底液的要求是它有一定的柔胶的效果 但是它粉底液本身呢并没有对我的毛孔进行很好的修饰 但是这边上过蜜粉之后就会稍微好一点稍微平滑一点 这个蜜粉真的很强 其他方面也能看出来 就这边上过蜜粉之后一下子就变得 嗯怎么说就干起来了 干就是那种 呃没有那种光泽在呢 这边还是有那种光在呢 摸起来还是有一点黏腻的 这款粉底液其实是和干皮的一款粉底液 现在是9点51分 然后呢今天我也不知道做了几个小时的测评 呃大概 呃我会在第四个小时第六个小时第八个小时的时候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后面的妆像 然后中间呢我应该也会出去拿快递吃个饭啥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具体的妆像会怎么样 然后下面呢我先去上后续的妆 上完妆之后给大家说 哈喽哈喽现在就是我上完妆的样子了 我应该化妆挺快的吧 嗯 10点04 现在我化完妆了 这个样子 目前为止啊大范围内搞实的还不错 但是我刚刚上妆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在镜头里看得出来 我化妆的时候不是经常这个样子吗 能看到吗 就是它会在我抬头纹的地方 我其实没有很经常这个样子 但是呢你只要弄一两次 它就会在你起纹路的地方卡一条粉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 包括我的这边也是 我现在都不敢 都不敢笑了 因为一笑它就很容易起纹卡粉 这种情况出现 我其他粉底液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在这个粉底液上遇到的 好了现在是10点 10点 那我们就按照10点开始算吧 嗯 一会给大家报告一下它的情况 包括我一会出门一下 看看出出汗之后 它的妆是不是还能保持这么完整 毕竟没有人吃完本地液之后 就在家一直带着 是不是 你还是要顶着这个大太阳出去转一圈的 好了那我们一会再见了 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四十了 能看见吧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四十了 我出门去买了个饭 然后去吃个饭 现在补了一下口红 吃完饭之后来大家看面前来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底妆的保持情况 从远观上来看 似乎还可以 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就是这面是没上散粉 这面上散粉的嘛 大家可以看到没上散粉这面 眼下开始已经有一点脱妆的状态了 就没有像上午那么的 就是黑眼圈那么的不明显了 就已经开始有一点明显了 然后鼻侧呢 是两边都已经出现了卡纹卡粉的状况 最高两个多小时哦 但是铺了散粉这面 卡纹卡粉现在会更严重一些 而且这两边也都开始起纹了 也是铺了散粉这面会起的更严重一些 然后下个这里 能看清吗 下个这里已经出现卡粉 以及浮粉的情况了 今天我出门呢 其实也没有走太久 就是出去到回来 就大概十多分钟左右吧 然后确实流了一些汗 那流的不多 但是它的这个状况就让我挺意外的 因为毕竟才上了两个多小时 而且我的运动量也不是很大 它就已经出现这种卡纹啊浮粉的状况了 那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 三点四十八 也就是三点半了 我是十点上完的妆 所以现在已经就过了五个多小时了 然后给大家汇报一下它具体的现在状况 也是从远处看 感觉是不是还可以 现在我来给你们拉筋看一下 大家不要被吓到哦 这里卡了一层纹 而且这个部分 我这里这些就是我想眼盖住的那些毛孔 还有那些突出的那些也好 现在已经完全圆形避漏了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 我笑起来这里可能会紧绷嘛 只要我脸上有肌肉有那种小紧绷的地方 它就会卡纹 它就会卡一个浅浅的道子 而且还有额头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就是有一道一道的纹 然后鼻翼方面 鼻翼方面简直就是重灾区 大家看这是它粉底液 就是光粉底液这一面 这一面是铺过散粉的这一面 然后下巴 所以目前为止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 从远处看感觉没有暗沉 这个我承认 它没有暗沉的那个情况出现 然后呢 但是它是一个肩部器近看的一个粉底液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就特别容易在我一些 比如说下起来的这些 还有这些肌肉堆起来的地方卡纹 然后就是有的粉底液 你就是笑一下 它就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痕迹 甚至是没有 但它笑一下就会有一道纹路出现 还有脑袋上啊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大家还是能看得挺清楚的 我上了那个散粉的这一面 妆容还保持着稍微完整一点 除了个别卡纹卡粉的现象比较严重之外 但是没上散粉的这一面呢 也会卡纹卡粉 但是呢 它的妆容的施就力就明显不如这一面 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要做好定妆 定妆还是挺重要的 现在是晚上的7点09分 然后我刚才披着我的后外套 在骑士里就那样棒棒跳跳的 做那些减肥套做了很久 然后现在脸上有一点点汗 就让大家来看一下 现在它脸上出了汗的一些感觉 因为今天长沙说实话天气并不是很热 不出去的话流的汗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想出了这么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招 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还是整个脸从镜头远处看的是非常好的 我也觉得它这个不按成这个这一点 真的真的很不错 但是给大家拉近看一些 这个光束有点暗了 我调一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就是汗液流过的地方 它浮粉很严重 然后就是我说过的鼻子 还有我这里 笑起来这些皱纹这里 它卡粉很严重 其他的 到底还好 还有下巴这里也是 还有就是黑眼圈这里 没有经过定妆的 就这里拖的还是有点严重的吧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早上是没有这么明显的这个黑眼圈 这就是我一天的感受 现在这里我上妆呢 已经是 九个小时了 然后今天就差不多就是要录到这里了 因为我感觉在一个小时过去 跟现在没什么差别 因为我大概已经总结出来 这些的一些效果了吧 优点第一 就是它并不暗沉 你看从早到晚 没有暗沉吧 所以我脸上没有暗沉的状况发生 然后第二就是 它的流动性很强 以及上脸之后那个妆感 就是水光镜的那种效果 还是挺漂亮的 我觉得干皮朋友们呢 应该会特别喜欢 然后就是 好像也没有 然后 然后就开始说缺点吧 缺点 就是它 在我的一些 你笑起来的 肌肉 折肉的地方 它容易卡纹卡粉 超级容易 就是我笑一下 它都会有一个细细的印子 在你的脸上出现 还有就是在鼻翼两侧 特别特别特别容易卡粉 卡粉起来就是不好看 而且 这块 就是我这里毛骨比较粗大 而且还会有那种突起的 那些小点点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 然后它并不能很好地 起到抚平我这里的一个作用 而且它遮瑕度来说 对我来说就 一般马中的偏下 对我来说也不是特别那个啥 而且 说了好几个而且 plus 就是 它并没有像网上 在我身上看来 它并没有像网上说的 越叶越美丽 它遇到汗啊什么的 就挺容易脱妆 而且挺容易浮粉 你知道吗 它一遇到汗 不是说像其他粉底液 一样遇到汗 就会让那个汗液啊 很好的 跟你的粉底液一洗 融合到你的粉底液 反正就是那种感觉 你懂吗 就是它的粉底液 遇到汗液之后 会让你的妆感更漂亮 但是这一款不是 汗液流下来的地方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有浮粉的状况 然后呢 对于这款 我那天出去 我在之前 在我的动态里面 PO过一张 特别惨不忍度的图 说那是我上妆三个小时之后的效果 因为那天 常常是大热天 我早晨走半个小时去上学 然后又走半个小时回来之后 汗流的超级多 那个时候 我整张脸的妆 简直就是惨不忍度 就基本上 重要部位全都浮粉了 而且卡文卡粉也特别严重 我同学都问我 你今天 这个粉底液是怎么回事 把这个粉底液 有提令的拿出来 再重新测评一下 一是我想看看他到底 为什么这么多人推他 因为 如果他一点优点都没有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推了吧 然后第二 我就想看看 我在运动量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 他在我的脸上是什么状况呢 然后就像今天这样子 已经跟大家说了 他的运动量不是那么大的情况下呢 就还可以吧 从远观上 起码从远观上没有 让人看起来很恶心 就是从近 近景啊 就能看出来有一些小细节方面 让人有点受不了 如果你是比较追求完美皮肤的话 这款粉底液可能不太适合你 如果你比较容易出汗的话 我还是觉得这款粉底液可能 也不是特别适合你 因为他在我脸上 是遇到汗 就会冒出来那些东西 以上就是我今天 透频道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些视频 因为 说实话 这个虫草呢 卖400多块钱 其实是在我心目中 性价比是偏低的 因为我之前用过的 狼科也好 第二也好 他们的粉底液虽然价位都差不多 但是他们基本上 就很合我胃口 基本上没有特别能挑出来的点 也有可能是我对这些贵妇 也不算贵妇啊 就算稍微贵一点的 粉底液的要求太高了吧 所以 这支视频 我觉得我做的还算是比较公正的吧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我可以UP主点个赞 然后点个收藏 点个投币 然后关注下UP主 还会持续更新更多有趣的那种呢 如果你们想看日本那个3 还有那个 那叫啥 就Cowarmark 那个中草药粉高的测评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以及在栏目里告诉我 我也会给你们出测评的 好了 拜拜